中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还有他自己的伴供灵魂 这就是一个核心的概念 那讲这个核心的概念呢 我是需要从什么来说来跟各位报告一下 是国民党和我自己的观察 为什么在这20年中间他自己是节节后退 有些材料国民党其实在两小讲究国一部 或许是国民党在这个签署 什么系的国民党才正面对国民党的造成 而这个档子写的是在国民党去推毁这个国民党 没有数据的帮助谁 他已经非常生气的一个一个结论 但是我们要讨论他怎么去推毁 我们要讨论他 我们要讨论他一个人当然是讨论他的领导 讨论他的将军 那你就会他在特别在这个蒋经文末期 过来讨论政权以后 中间有一个短的时间是为了夺固他的权利 的确发表了一些还挺为了中国的一些看好 可是当他权利慢慢慢慢夺固以后 我觉得学会他的思路都比较清楚 第一个我们就看出来 这有几个未党才准备 其实国民党有一件事情 就是慢慢把这个国民党的立国的精神 说好一个立国的精神 国民党立党的精神 比如孙悟山的三民主义 基本上已经变成了一个比较过时的一个感受 一个无可和的一个概念 所以大家可以依然有这些意义 就是从原位开始以后 各个大学现在立国考试 一个不可算的精神 那更重要的大学里面的一些三民主义六所 慢慢慢慢都改变 一步是国民党内部已经不再谈三民主义 这个像我们的信仰 其实基本上是信仰的真实的 那第二个呢 其实他变得很清楚的 就是从国家九四年 李登辉他本作铺固他的权力以后 他做了一些事情 国家这些事情 其实对我们现在影响最深刻 是他慢慢采用了 我为一个无心远的一个习惯 也就是慢慢人在什么方面 开始切割了连爱世界的一个共同怀态 我记得他在1994年的时候 李登辉接受自由晚报的 自由晚报的这个谈刀的时候 他就想说 身为台湾人的一个悲哀 那既然身为台湾的悲哀为什么呢 当然他就认为说 台湾是一个长时间 四百年来被治理的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台湾人基本上要放假做主 那他呢 希望能够像一个陌西一样 带着台湾能够走向一个南水 搞成一个美丽的富豪之地 所以换言之 从1994年开始 其实李登辉一开始 要开始在歇哥两人之间的认识 那另外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 差不多一个就是四年 李登辉会开启动 所谓进入联合国的事情 我相信任何有一点说 不关于长处来讲 你要能够进入联合国 可能这些非常容易的事情 或许 这有中国大陆的能力 这不是一个更多可能的事情 那李登辉这个 我应该算是不是很困的 就是很容易 看来就要看出这些东西 但他知道说 当我台湾要推动对联合国的事情 北京一定会进行打压 而北京对我打压的过程中的时候 我正好来做到一个 大陆是对台湾去 一个大陆 所以换句话说 这些东西东联合国的事情 接待各种概念 叫做 这些说 两个之间的 那他就谈到的 像超纯网组 一直谈到 九二共四五 四五所谓的 一共的色表这个概念 那在一共色表这个概念里面 当然一共可能 不是金阿里 是非常清楚 可是大家知道 在1999 派人之后 他的表现方面 一个工作 是非常收盘的 而这种 数字 数字 文化 或许的话说 他就会试试 所以回 twist 他就你的 所以图长 我们刚才会说 什么 在总细这一个 可怕的 那绿 它的今天 vi 连统 我们 İ- Oz 他就开始进行一个去中国国家的认识,包括去中国的地址,包括两岸深圣认识的一些科码,所以对而建议。 第三月之前呢,他想让两岸就一直在台湾,继续的存在下去。 因为大陆对台湾的第一个状态存在,所以一年回来讲,他走向台湾比较更好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从来讲给大家解决的一个三点,就是第一个在政治基地区态上是去中国化,第二个在历史文化上是去中国化。 第三个在两岸关系上,他希望能够维持两岸一定的一种台湾。 这三个东西,从对于丹辉的时候最后做一个很重要的思想的问题。 那好,当然李登辉他在两千年的时候,他下台被国民党却不去了。 那两千年到两千八年,大家都知道这是真正的事情。 我记得刚刚将军还在那边提到说,其实两千年国民党败选的时候,其实还是充满希望的。 不像现在两千六年的败选以后,其实感觉是并不错的。 为什么呢?未来两千年败选的时候,国民党感觉是未来还有希望的。 为什么?因为国民党还有一个未来的领导人,叫做很紧的声音。 所以说过国民党呢,还有他们思想,就是还相信这两千三年主义,只是因为被社会所败选以后。 国民党还相信他们组织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包括人才,包括任何事,包括整个方面,国民党好像才有一些东西对他。 可是很遗憾呢,从2000到2008年,这个是陈正典的直接的施行。 我们知道陈正典他直接以后,当然更不可能谈所谓的战民主义。 慢慢慢慢战民主义从此失去了,和台湾都已经失去了, 人间接近的影响。 才战民主义几个人变成这个,叫陈正典的东西。 第二个呢,就是陈正典的实误,继续的进步过法。 那毫无疑问的,一般的陈正典的两岸,就能理议方面,还是讲话两岸的理议。 包括他读到的两岸是一边一边的概念。 所以我刚才讲说,其实你的陈正典他继续的陈正典的, 陈正典的进行陈正典你得规的哪一个东西呢? 就是陈正典三年主义法,陈正典中国法,陈正典,陈正典两岸,择命总裁。 所以这对于理论上要到台庭,跟台客市必须要做到的东西。 那到了2008年马亿人之类以后,如果说马亿人有了解这三个问题的话, 那他应该从中间只能够做到一些脱来的反正。 那我只想第一个,三年主义,当然是这一角度会看出来。 马亿人在18年以来,其实很少提到所谓三年主义的位置。 基本上,三年主义在台湾,还实际是一个比较成就,比较厚实的东西。 所以换句话说,国民党他有没有做所谓的东西思想, 做什么需要的讲台? 在国民党的发流实力期间,其实国民党并没有一个真正的核心的东西思想。 所以国民党的很多高官,还是从美国回来的, 基本上他们谈的是所谓的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不正的核心。 他们也强调所谓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不正的核心。 但是,所有的自由主义,他就具体的核心更新加。 所有的自由主义,他并没有一个核心更新的核心更新。 而第二个谈到呢,马云久没有做到的就是日期末国华的问题。 我们知道了,其实很遗憾的,马云久的八年来, 我们知道从政大所公布的选业中心的告察来看, 就是有三种认识,一种是,我是台湾人。 他有一种是,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第三种是,我是中国人。 当然,我们在一个新的角度来思考说, 我的最好的答案应该是,蒋经罗讲的是, 我确实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因为您有多重的认识,是被台湾政府防征。 可是在你,蒋经罗的认识,在那个,马云久的认期, 很遗憾,他如果看那个医疗,他看起来, 2008年开始,就是我是台湾人的, 必定是有快速的造成。 而我是台湾人跟中国人的比例就开始下降。 那我是中国人的比例就从来再爬不起来。 那马云久的8年以来呢,他有没有看见这个问题呢? 比如说,我们随便举个名字。 并不断影响一个年轻的认识, 就是所谓的历史的教科书的认识, 包括公民教科书的问题。 马云久在2008年上来以后, 包括5月20号上来以后, 他内容的教育部长这位置, 在三天之内,就公布了, 有些人在县任以前所通过的, 高中的第几课的课堂。 那现在我们几个朋友的反对之下, 马云有马云有马云有版了几个月的时间。 大家可以理想, 我这些时间很短, 我就很大多讲。 一直到了马云留在206年, 快卸任的, 205年的时候, 才开始通过所谓的科乡微调。 这个科乡微调, 其实也调整得非常稍微。 比如说, 知识法座, 贵安部, 它不是识悦的, 它是强迫的。 但是它没有调整什么, 没有调整一个历史科乡的一个结构的问题。 所以从今天开始到这些点开始, 它很重要的一个, 就在这个历史文化上去的国防, 而调整的方式就是切割, 所谓的历史的一个脉络。 本来在各个科乡一样, 所谓成决定的历史科乡, 就是调整, 只要调整, 只要调整个中文, 遇到宋约的感性。 因为谈历史的时候, 是一个时间, 一个重择的一个概念。 谈地理的时候, 谈先谈地理, 因为我现在还认识瓦丁地理, 然后再认识美国, 再认识世界, 第一场地理, 可在时间, 在历史上, 看有它的脉络。 可是各位知道吗? 我们现在的高中学生, 包括我们的国中学生, 我们的课本, 基本上我们以前所谓的很多词, 现在还没签成两半, 一个叫做台湾史, 一个叫做国宋国史。 台湾史呢, 是从原住民开始讲习, 然后讲到荷兰, 正审公, 西班牙, 荷兰,正审公, 然后再谈到所谓的, 其实呢, 再谈到政论时期, 重拒时期, 然后再谈到中华民国。 即使, 这样, 一条还是不满意, 包括汉人来, 还在这个课本, 其实在我们的高中历史课本, 是从来的重拒过的, 就是原住民, 直接就跳到了河西时期, 然后有点认识时期, 所以随着, 我这个教学书, 因为遇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中华民国, 在整个历史课本是被写歌, 1949年以后的中华民国, 是摆在中国指标, 1949年以后的中华民国, 是摆在台湾指标, 所以当这个年轻小时候, 他不认识了中华民国的时候, 其实他才就是台湾, 他跟1949年以后的中华民国, 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所以很遗憾的, 包括整体年来, 中国大陆, 他们所谓开始了政治利益, 包括也在谈抗战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台湾对于抗战, 是谁抗战, 是不太在意的, 因为对于台湾很多连续认为, 抗战是终点的事情, 正如我们台湾没有关系的, 再加上民进党时, 还当一个概念, 出战日本人, 其实我们台湾人, 也是立美, 我们为了保卫力而作战, 是什么不错, 当然我们不是很荒谬的讲法, 但是这是演戏的一些想法, 那马英九呢, 到最后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任内的时候, 才通过克邦维调, 此次调的一些, 自明末节如是, 一些芝麻续, 而不是整个芝麻续, 把它做一个操作, 但是即使如此, 克邦维调, 在马英九最后的任内, 最后还是屈服了, 包括教育制造, 还比较屈服了, 所以你们可以做的课档, 你们可以新的课档, 那当然结果, 大家就做的课档, 所以等到八年以来, 马英九先生, 没有在历史课程上, 受到任何的拖乱, 也没有受到任何的感觉, 所以这个区别洛化的过程, 在马英九的任费, 是很快速的, 在进行, 在困在进行, 那对于中国的任何方面来讲, 马英九他也非常充裕, 他的表述的方式是, 我的国家叫都华米国, 我是都华米国, 我也是台湾人, 但是马英九从来说, 我是都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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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在马英九的发展之间, 如此的理想法, 就是一个非常诡论的现象, 就是, 我是中国人这个比例, 已经开始慢慢的下滑了, 当我是中国人这个概念, 因为是一个时候, 那国民党内部, 当然就是想说, 我还要不要无信, 中国国民党, 就是中国两个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 国民党内部, 开始讨论说, 像要变成台湾国民党, 做一时间之后, 国民党, 这个是慢慢开始, 本次来就想, 慢慢发展, 所以刚才讲, 第三个问题今天, 留下来的就是, 一个一个状态, 这个事情就要连续下去, 但是陈先生, 他也有一次两儿, 一个状态的状态, 那大家讲说, 马英九和调啊, 马英九八年, 开展的两儿, 一个合成的一世纪, 其实, 这两个关系, 一个状态, 我记得到陈先生那边, 否论这一点, 因为的确, 马英九的八年, 开展了两岸人, 一个大交流, 大德州的一个状态, 但这个问题是没有解决, 就是两岸人, 一类状态, 在马英九的八年, 有没有解决, 所以, 到陈先生的发展, 来考虑这一点, 一定能知道, 今天这个问题, 其实两岸人那边, 在陈先生那边, 还有一些状态, 这个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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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各位, 你要知道, 如果说, 我们从一个比较精确的定义来讲, 过去马里, 我们联学的话, 就要修议, 联学的天生自治, 团队没有正确所谓的合成, 还一定能, 一定能不能, 那我就谈到说, 马英九还在发言的时候, 他把眼而关心定义是什么, 就是, 正义诗, 九二部词诗, 这种各种, 那五月又发的时间, 不可以介绍, 什么叫做, 九二部词诗, 九二部词诗, 基本上, 当然, 十九九二年, 两岸两会, 做过, 所有方面的书信网牌, 大家所争取得到的一个结论, 但是, 在台北这一方面, 我们在1992年, 我们跟北京诗诗诗中, 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我们叫做, 监视诗诗诗诗诗原则, 第二个重点, 叫做, 同时无辖语, 但是, 到底两岸是怎么关系, 特朗普民党的立场, 就是所谓的, 一路客人, 一路客人, 我对北京来讲, 他有三个人心, 前面两个人, 国民党是完全全量的, 包括所谓的, 这是一个重点原则, 包括所谓的, 同时无辖语, 但是, 北京诗诗诗诗, 1992年, 我们讨论的是, 事务性的人, 我们事务性的人, 就不要故意到, 所以说, 所以说, 北京诗诗诗诗诗, 就是不要宣讲述诗诗, 反正以后, 我们要做政治谈判的时候, 我们再来讨论, 讨论北诗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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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除了简单, 大家证明一下, 1992年的九二故事, 其实, 真正的九二故事, 就是两岸之间, 对于国家的原则, 这个真正的原则, 是非常确定的, 这样的对于国家未来的户标, 是统一的, 其实非常确定, 但是, 对于两岸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这个时候是各种各法, 台北方面讲的是, 不跟各种, 可是北京讲的是, 不跟各种, 这就是九二年的事情, 可是军作案到的, 2008年, 我们还就有上大一步, 过于这是因为, 从整个人开始, 到了沉沉一点, 台湾的社会, 已经慢慢踏得前面了, 这个时候, 对一个政府的务, 是一个高度的一个挑战, 就是政治人物面对到一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 因为要朝老人民, 以及继续的位置, 既然社会的趋势在这边, 那我就要, 站在社会的群众这一边, 还是另外一个, 你必须要弃几所谓的拨乱反正, 把一些军传在的事情, 现在游感的, 就捍卫过来, 那很遗憾的, 当时的国民党, 是选择了, 向社会的多数, 就是所谓的多数, 那基本上, 它认为这样可以选择, 所以, 国民党那时候, 整个一个文型代理所, 国民党已经得选择, 还是真的, 所以, 你可以看得出来, 不管是2008年, 或是2012年, 所以, 记得吧, 国民党, 特别是2012年的时候, 国民党, 当时向张银跟他, 很了解的一些选择, 就说, 我们要含泪学校, 含泉学校, 但12年的时候, 变成含泉学校, 所以别人说, 这个时候, 国民党, 还因为告诉他的党员说, 即使什么都是假的, 只有一个政权, 才是真的, 可是他在地域方面呢, 他又不敢去看作, 其民党会放到的, 这一种价值观念, 所以这就是台湾学术会讲, 明明是在国民党会的时候, 其实就是他在乡, 他宣任的党会, 就是做民党, 走过去高业, 好像, 一样我常常讲, 马英九在2008年以后, 他对于九二共识的定义, 就已经非常清楚, 马英九的九二共识的定义, 就是九二共识出关, 一多多两次出关, 前面讲的,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跟欧洲不相比, 这个马英九是开始计划的, 包括马英九现在去的吧, 马英九两两关系, 不统计的, 不统计的, 他已经不再跟欧洲国家统计了, 另外一句话说, 统计的这个字, 对于国民来讲, 这些是一个禁忌, 是一个禁忌的, 逐漫间, 两个字在国民党的东西, 就一直消失掉, 一个叫做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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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中国跟统计这两个字, 其实这些是可以再起, 马英九自己也都不能起, 他讲的是, 他讲的是, 然后他讲的是说, 台湾人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份, 我是中华民族的国民, 我叫中华民族, 但是他全部我不讲, 我是中国人, 因为中国人这个字, 已经变成了, 在马英九的认为说, 我讲中国人, 我就是心中, 我可能就是为外台, 因为马英九的心中也认为说, 中国人可能就是中华民族, 我为国民, 中华民族国民, 所以在这一个认识方面, 国民党在这一方面, 就开始选择了, 选择了, 选择了, 那大家说, 2008年两岸关系, 实际是改善了, 一切, 两岸关系发生经贸交流, 是非常的明显, 可是不要让我和他讲, 实际两岸的政治, 对两岸的存在, 两岸的政治关系, 所以对于北京来讲, 它就自然是了, 因为是, 因为对于北京来讲, 我身边有经贸交流是什么, 因为经贸交流就是, 有妇女两岸之间的了解, 有妇女两岸之间的情感的联系, 但是呢, 由于我们现在还是积累的状态, 所以我们的非战还要未争, 由于我们的国际空间, 还要打压你, 那我也不可能正式, 做法民族存在的一个事情, 这就变成, 还, 国民党面对这个问题, 应该走去思考, 它就有两种可能的思考, 第一种思考就是说, 我去正宫解决了个问题, 我们不需要把两岸正宫平衡给解决掉, 因为政治关系, 因为自己解决掉以后, 还可以确定两岸是一个什么关系之后, 然后我们才可以跟他谈, 解释武力的问题, 两岸国际上有个参与的问题, 北京去不要正式中华民族政治实在的事情, 这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还有一个解决的方法是说, 在我跟着北京去, 讲公共说, 应该正式中华民族政治实在, 应该非正式要对着我, 应该非要打压我国际政, 这时候的国民党呢, 又选择了第二条例, 就是我选择了跟民党, 再在同一条例先, 就是一方面呢, 我去指责中共, 做我们的不合体的代理, 但是另一方面呢, 接着很级?